有两个指标是很客观 我们就从那个指标去看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理会谁说话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哪个人的压力是最大 或者哪个人说话你才要听 有些东西就不用听 所以我就给出两个资产的水平给大家 美债十年期支息就是3.88 就是上一个顶 现在是多少呢 其实就是3.96、3.97左右 那已经是突破了两个礼拜 而这件事我在上个礼拜其实更新给大家 我就说什么呢 我说你会发现偶尔市 overlight那些美债的支息就是3.9 有时就是3.96 上个礼拜是冲过4.06、4.08 其实重不重要呢 你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那个所谓分水嶺的 freshhold是3.88 只要突破前顶就打破一浪低于一浪的话 那我再问你 3.88是重要的 那究竟3.96和4.06有什么分别呢 没有分别 都是一个突破了前顶 只不过走远一点、走近一点 都是突破了 而且维持了两个礼拜了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这件事根本就剔助了 好了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的前顶是105.5 过去两个礼拜基本上都是104那些水平 但是就无法突破的 还要在过去这个礼拜 昨天又扮升 然后3月1号又叫做升过的时候 就是当大陆出了PMI数据 经济原来recover得比市场预期好的 所以人民币又说怎样弹几百个点子 当然了 倒回遥遥板的两边就称低那个美金 好了 那我告诉大家听 今天的大主题是 联署独拜威尔放大英 那麻烦我请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美汇指数今时今刻究竟是什么 105.7 105.8 第二个解释终于都解释了 那我就和大家说 我不是说要crisis 我不是要什么大衰退股灾 我是要你们不要不懂镜 上个礼拜三是这么说 今天都会是这么说 今天我上来不打算认 因为上个礼拜说 恒生指数都是跌浪反弹 我不是想告诉大家 那你做淡还不对 不用说这些的 最重要是想你们不要那么勇 不要那么狂 不要重当了中间的一些 所谓几百点的反弹 是觉得我要找货去买 我想告诉大家 外围发生了两个踢了 是两个利淡 这些东西是要相信的 好 但是刚刚也提过两个因素 要和美金抽 其实会不会反映我们现在 资金明显可能会拍到 去无风险那边 股市其实短期内都很难有转机 其实今早我睡醒 第一个在我自己的Facebook 上出的post 就提大家一样很思拉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思拉呢 因为我老婆一天跟我说的 他说前段银行定期就五厘息 他说为什么那时候 哎呀 扔了心口又刺了大腿 就说为什么那时候不锁内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听 一个普通人会觉得 五厘坐在那儿 好过收租 好过投资 因为投资不是包赚 如果你在两万二千七 还在追赚的时候 你有不同程度的蚀钱 现在对不对 喂 我想告诉大家听 如果我跟你说 喂 你hold to maturity 一个十年期的美债 你持有十年我给五厘 你会跟我说你都疯狂的 这些钱我给十年 不知道赚了多少倍 还说五厘 那我再告诉你 现在持有三个月的美债 就有五厘息了 其实这样的情况之后 还为什么要买股票 包括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话 还为什么要去买美股 我们为什么经常都会比较 就是股票派出的息率 还有特朗利亿 就是美债的息率 为什么他这么紧张 因为当持有稳稳 原来回报可以拍得上 不要说现在超越 你看现在S&P500指数 那个所谓EPS 其实是负数 就是earnings growth 是负数 你现在持有五厘的 所以这件事我会告诉大家 是实质地威胁 未必威胁到你 因为你是傻的 你还在冲股市 还在买腾讯 美团 但是冲击到一些有脑的人 那些有脑的人 拿着几十亿 他不知道摆在哪里 就是会摆这些 不用想 不用慌 不用怕 睡得着 而有五厘息的债 所以这件事你不要不信了 这件事是 各样资金属性 你要懂得去思考资金 去留在哪里 那一句 就是叫做小总结 就是说 当美债息 不是说价格 和美金 Dollar Index 是上让的时候 收息股不利 金不利